名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那各位大家午安 那這禮拜當然由我來handle 那我想我們今天請我們原來通識中心 也是我們老同事 已经退休李明璋 李老师来演讲 的确这个讲题 尤其这几天发生这个协议 其实我想应该等一下蛮热烈的 台湾这块土地 我想李老师一定会从400年来的一些简单介绍 真的是老天在皱弄人 这块土地原来是大家不想要的 荷兰人被来这个地方 当时的确连中国大陆青彩不想要 后来变成在15、16世纪 整个国际环境的介入 包括荷兰人 甚至后来二次大战之前的帝国主义的一个介入 包括日本 整个台湾变成这种多次的政权转换 加上这种殖民地 甚至后来的这种反殖民的一些 甚至涉及到整个政治 跟中国 包括后来两岸两党之间的一些政治结合 造成今天台湾纠缠不清 甚至今天所有的很多 无论难力的问题 甚至今天学生的问题 那我想这些真的是 你不是简单的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可以 所谓能够知道 所以我也希望如果透过这场演讲 那各位同学能够好好的去关注 因为你有这两千三百万的人 几乎都是老死在这块土地 应该都是一家人 好好去了解这块土地 了解这些周边的 而不要为了一些问题 真的这样朋友 亲朋好友搞得这样 不是很愉快 我希望大家能够在民主社会 容纳多元 包含多元 这是在学校 我想应该是站在这个 老师应该是站在这个立场 学校站在这个立场来看待这个问题 那我想李明章林老师在教大 这接近三十年时间 他所开的课 甚至在没退休之前 被列为所谓新竹地区的麻辣的一个 那个老师事实上 他的言论 他的一些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那在学当然包含 我记得九把刀 也是我们教大校也曾经对他 某手有所推荐 我想等一下大家听他演讲就很清楚了 那首先我们以他热烈的 以热烈的一个掌声来欢迎 我们李明章林老师 来替我们这个演讲 谢谢